Hello 大家好 我是Tony 經常有人問我在內地生活 到底要花多少錢呢? 其實每個城市的消費水平都會不一樣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想說一下 我在廣州一天消費 到底會花多少錢呢? 其實每天早上我都要搭一個多小時地鐵 才去到上班的地方 所以我就習慣去便利店買早餐 快捷又方便 那天我就買了一個三文治 加了一杯麗梯 開玉串有沒有? 什麼玉串?這個有 幾塊一個?那加一個? 那見到燒烤又好像挺吸引的 那又買了串 總共就是18元 還有幾個小時的東西了 來到中午了 廣州的夏天真是又曬又熱 實在是不想下樓 幸好內地這邊外賣是非常發達的 只要在手機的應用程式上下單 那就很快外賣就會送到來 不過這邊外賣這麼發達呢? 也不是沒有壞處 就是選擇太多了 太難選了 我選了很久才會選到自己想吃些什麼 最後我又點了一份北京烤鴨 等了半小時就可以拿去外賣了 那大家一起來看看這份外賣有些什麼 這裡裡面首先有個烤鴨 接著就有一些餅皮 另外還有一些青瓜、大蔥這些東西 他還送到一份烤鴨價 總共就是這麼多了 下週了 又吃飽了 做事做到差不多了 有點反喜工心 那就做個hi tea 在手機應用程式上下單 不用幾分鐘就可以下樓拿咖啡了 醒神啊 那到了下班時間了 忙了一整天就當然要吃Coudid 昨晚我就在某某連鎖的快餐店吃了一個套餐 那這個套餐裡面有一個烤肉卷 有份薯條 有個雞 還有一杯奶茶 這裡總共是32.4 吃完真的蠻飽的 想想一下其實我也挺大吃的 那這些就是我一天在食上面的消費了 早餐我吃了18元 午餐吃了25.9 下午茶就喝了17.1 晚上就吃了32.4 總共就是93.4元 那這個只是吃的方面 不知道在食上面 大家覺得內地的物價和香港的物價比起來 究竟是高還是低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那裏討論一下 話就說我這一天吃了90多元 但其實計算其他快餐的話 通勤的距離雖然就有點遠 但是其實一程只要3元而已 來回一天就6元了 再計算房租啊水電啊那些Kili Kola的話 加上我在廣州一天的開支 其實都已經180多190多都差不多200元了 那其實都可以看得到啦 我消費主要都是在食的那個方面 那看來我以後都要住一下 吃少一點啦 那今期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期再見啦 拜拜 拜拜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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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